你让我怎么接受这个现实 庄大夫 我不是学艺的 你说的这些 我不能说我全懂 你劝我不要打这个官司 不要告你 那么我现在问你一句 如果死的是你的父亲母亲 你能接受吗 庄大夫 对不起 我有些话想跟你再讲一下 庄大夫来了 阿姨你好 您这样不是先打个招呼就过来 不太合适吧 林小姐 如果我说完 你仍然坚持要诉讼 我不会再干预这件事情了 谢谢 我现在把林浩先生入院以来 所接受过的所有治疗过程 再向你们详述一遍 如果你们哪里听不懂 或者有疑问 可以随时打断我 我来做出解释 我闹着 你说吧 林浩先生 当时受的是胸腹联合伤 在医疗站是陆陈希结人的 他做了紧急处置 你父亲居士以后 我保存了它穿测取样的组织标本 报送北京疾控中心卫生物组 不久前 他们推测出你父亲感染的 可能是从非典型性分支甘菌 发展变引来的菌株 并已经在实验动物上进行种植 这是他们发来的菌培养结果 这些你都可以拿去给律师看 如果你们真的这么静心 怎么可能把我父亲和一个艾滋病人 放在同一个病房 我对你父亲静心 跟对那位艾滋病患者静心没有区别 所有走进医院的人 都不应该被忽视 我从也到今天 犯过错有过遗憾 有过能力不及 但我从来没有违背过 对患者静心尽力这个承诺 可惜静心无法保证治疗结果完美 我比任何人都更希望知道 这个让我无能为力的感染 到底是不是有办法治疑 我父亲就诊的是全市最好的医院 你和陆大夫又是胸外科最好的专家 你们还跟我说我父亲接受的 是最完善 最没有错误的治疗 那他为什么会感染耐药菌株 又是众多感染者中 唯一一个死亡的 你让我怎么接受这个现实 庄大夫 我不是学医的 你说的这些 我不能说我全懂 你劝我不要打这个官司 不要告你 那么我现在问你一句 如果死的是你的父亲母亲 你能接受吗 李欢 我接下来要告诉你们的事情 本不应该让你们知道 我现在说出来 希望你们不要告诉任何人 三十年前 我母亲就是任何医院的一个护士 在一次抢救病人的过程中 他给病人注射了利多卡伊 却被主治医生诬陷 他注射了清明素 后来 我母亲自杀了 我的妹妹 一直没有找到 当时人们并不知道 利多卡伊会导致过敏 即使这件事如实上报 也不能算是医疗事故 就是因为那个负责人太有名望 他不愿意自己的荣誉受到影响 所以把一切责任 全都推到了一个护士 也就是我母亲的身上 这件事 我无能为力了三十年 我比你更恨人和 但即使这件事 有一天真相大白 也只能成为医学进步的反思 因为三十年前 利多卡伊之民并不为人所知 跟这次我们至今的 无法攻克的耐药君主一样 都是医学发展必经的过程 而这个过程中 难免会有人付出一些代价 我很难过 这次是你的父亲 今天我把这件往事告诉你 如果你还要继续告任何 我不会再阻拦 但我希望你相信 对于你父亲的救治 我们尽力了 我还在研究他的病菌 但是在人类破解 治疗这种病菌的方式之前 不管是我 还是任何一个医生 我们都无能为力 希望你能提前 庄大夫 我对你的遭遇 表示同情 但这和我父亲的死 是两码事 我以后 不想再看到你 范琳 明慧 对不起 打扰 孩子 谢谢你 我知道你是谁 林欢 刚见过来的时候 她还能记起一点以前的事 她有个哥哥叫小斌 她的妈妈姓张 她常常在梦里哭着说 我的妈妈没有打错针 我的妈妈是好人 你不要冤枉我妈妈 我 你为什么不告诉她 为什么不告诉她你是她哥哥 你和林先生养育了她那么多年 她就是你们的孩子 即使林先生不在了 她依然应该生活在一个幸福 正常的家庭里 我想我母亲也会同意我的决定 我想我母亲也会同意我的决定 我明白了 我会劝林欢 让她不要搞了 谢谢你 我